一群人在學校門口為了孩子受教權益 大聲抗議 這些都是人本教育基金會的成員 他們指控嘉義有特教學校的老師 涉嫌對學生施虐 起因是他國一的女兒 被老師認為不聽話不受教 老師竟活大逼學生吃朝天交 而且不止一次 因為女學生長達兩個月的時間 經常跟爸媽反映肚子不舒服 太不尋常 事情才曝光 被指控逼學生吃辣椒的老師 正義不止這樣 被老師處罰 撿破自己心愛的玩具 但校方卻想息事寧人 經濟過處分才引發這次控訴活動 調查小組的報告提到教評會 跟考基會來做後續的懲處的討論 對這個臨時予以停聘的一個處分 校方雖說會對老師停職處分 但女同學的行李創傷呢 家長放心將孩子送到學校受教育 竟發生恐怖肆虐案 希望校方能秉公處理 記者後 國文詢問 謝雲珍 甲乙報導